接下来我们把Focus留在欧洲来看的是慕尼黑车展登场 电动车是各大车厂的主力 不过在慕尼黑的车展还有一个焦点 就是中国汽车品牌 7月全球电动车加上油电车的销售 中国的比亚迪是第一名 前五名中国品牌就占了三名 对欧洲市场中国品牌是志在必得 纷纷推出高级的电动车款 让欧洲车商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的法宝是降低成本 缩小跟中国品牌的价格差距 而美国电动车的特拉斯 是十年来第一次参加慕尼黑车展 两年一次的德国国际车展 五号起在慕尼黑登场 引领电动车转型的欧洲市场 今年中国车商发动攻势 在日本汽车大厂缺席下 中国从比亚迪到吉利汽车等 都推出新型电动车 欧洲车厂则输人不赎阵 致力生产更低成本的电动车 勒诺汽车执行长表示 必须缩小于中国车商的成本差距 当制造成本下降 价格也会跟着降 雷诺明年推出的R5电动车 将会比现行车款 便宜25%到30 这回中国超越主办国德国 近10家车商参展 是上届2021年的两倍多 车款也大不同 上回中国大厂长城汽车 主打3万欧元 约和台币103万的低价款电动车 这次长城没有参加 取而代之的是高级电动车款 比亚迪推出欧洲市场 第六款电动车 休旅车海豹U 要强调比亚迪在新能源车市的 全球领先地位 不只比亚迪 未来和小鹏汽车 都瞄准欧洲电动车市场 因为今年1到7月 欧洲电动车销售 就大增近55% 达82万辆 占新车销售约13% 小鹏计划2024年拓展欧洲市场 领跑汽车则宣布 未来两年将在包括欧洲的海外市场 推出五款车 根据汽车产业顾问公司 今年在欧洲卖出的新电动车 8%是中国品牌 高于去年的6%和前年的4% 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强势崛起 也让欧洲担心失去竞争力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会长表示 德国必须在电动化上投资更多 德国大厂冰士 今年就请来品牌大使 网谈天王费德勒 来为新概念车节目 通常概念车距离正式问世 还有一大段距离 不过今年冰士推的CLA概念车 则是已经接近量产 外观符合品牌客户群喜好 内装则把品牌带入电动车时代 续航力比其他家同款车高出许多 达750公里 充电15分钟 最多就可跑400公里 BMW的新概念车款Neo Classy 则走更简洁的设计和全景荧幕 最快明年就可以上路 BMW说新概念车续航力增加30% 充电速度加快30% 也提高效能25% 但没有给出确切数字 内部则跟现有车款大不同 座椅彩暗黄色调 空间更加宽敞 德国车厂纷纷推出旗舰款电动车 OPPO也展示最新电动概念车 The Experimental 不过根据汽车市场调查公司 去年上半年 在中国的电动车平均售价不到3万2欧元 但在欧洲要约5万6 价差相当台币80多万 宾市和BMW的新概念车都强调 拉高续航力和效能 同时把生产成本减半 福斯则透过与中国伙伴合作 把电池成本降低50% 立抗进军欧洲市场的中国电动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